就你们看 这是装成哪位单牌大手子的单子id数好大的压迫感呀 这把上飞机的时候 由于没有看是新村远离 所以打的纯经典 兄弟们注意看这个人数99我敢肯定单子id肯定没有退 直接就来我们的首选四方打野 收完眼球 我们来旁边的四方再来收一下物质 哎 我们打纯经典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控好第一个空头 第一个空头刷的时间是一波读刷新的时候 就像我这个时间段看到没飞机已经过来了 那我们就赶紧去抢空头 看到没什么呢 刚拉过来的时候 山上空头下面竟然有一辆蹦蹦 咱们停留到房去先观察一手 听枪声以及左上角的淘汰拨拨 可以清楚看到正前方这个人打了一个人 那毋庸置疑 那么赶紧过来劝架趴下 减轻后锁里看到他了 直接一说的带走有自救 赶紧过去不拉过来的时候 就小吉利没想到已经自救了起来 他是要没有打上的残血的状态 无怕什么 直接一碰子给他带走 带走他 同时包都没来的钱就有人想过来劝架 教大家一个比较实用的单牌小机 叫医生换位 车和车之间快两天两合医生换位 直接扫 刚舔完包 准备开车走 看到没兄弟 麦田后面又出现了一辆吉普 我的视野是捕捉到他 所以我们提前架好医生换位 这一波一个飘移把我飘的枪口没有抬好 不过打了好几枪 我们直接乘胜追击 拉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停到房去打药了 看到没地图上的脚步 不用拆了 里面肯定有 此时此刻 我想说他肯定是打上药了 我们先用投掷物来输出 结果这颗近战贴人 差点把自己带走 咱们继续换位置丢 没有扎到 也是很可惜 我们继续拔 听他的脚步应该就在这个位置 扎不扎到无所谓 主要就是让他耳鸣听不到咱的脚步 直接一碰子两碰子带走 当你路过山头 刚开到山头的时候 没想到有人 那怎么办 看我操作 一波切仓二位加拜佛 就问兄弟们帅不帅 直接打了他错不及防 打单牌都知道单牌只有一条命 所以我们一定要武装自己 尽量的拿空头 这空头是我先到的 刚下车的一瞬间 正前方就行驶出来一个轿子 他这一波切仓二位也挺帅 但是我们有先手机会 空头是一把狗杂 彼此尬伤害高多了 所以我们急剑拿 打单牌一定要封烟 而且要多封 不要就封一颗单 三项烟 刚封烟的时候就有人打我 只有两把近战枪 狗杂打他还是有点吃力的 听他枪声是一把居 那我们打上去就尽量跟他贴脸了 毕竟我们拿的是两把贴脸枪 如果跟他打远战的话 我们是不占任何优势的 去跟他贴 这小果子倒是挺勇的 直接开过来干我 打部分不用先扫人 直接卸菜就行 打两枪非常惨 我们直接追 开过来的时候 没想到他已经拉到树后面了 那我们就要利用另一棵树给他丢头去过 找好合适的脚 直接下车磨了他一枪 他很残 狗杂打了三枪 直接丢火 这就是单牌战胜局意识上的碾样 想要单牌拿高kd 那扫车也是必不可少的 练好自己的扫车 在单牌里拿上高鸡刹 那是真的是如鱼得水 打单牌要想要高kd高数据 那就得来追空头 当我路过批城 竟然听到了批城一条街有脚步 就果断下车过来干他 还是老规矩 乍不乍他无所谓 主要这一颗雷就是耳鸣的作用 看到没 这兄弟还懵逼着呢 直接带走 哦 这个人竟然有大鸡山 身上有空头雾鸡在驾驶下 我们肯定要来找人大呀 这下面是停了一辆金马的 停脚步就在二楼 我们拔一颗甲来 我们直接贴着顺报上二楼 脚步他就在我们三楼楼顶 没有在二楼 我们看一手 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丢 我们上房接网 哎 他跳下去了 那咱们直接挂边看能不能偷到一个侧身 他翻进去了 哎 在这个小时 你是真的能躲呀 接下来这一包兄弟们 纯属看自己的反应能力 正前方来了一辆金马模 切身后带走 结果又来了一个老六 当时吓得我直接切碰子 但又想着又不能切碰子 直接反打啊 单牌真的是打理都有老六呀 接下来就是来到了决赛家和单子id博弈的时候了 我是大老远就听到贾成功这两个人打起来了 不过还没有看到淘汰播报 说明还没有分出胜负 我们直接过来劝 这个类肯定扎到他 他想动车 我们直接捧一捧子带走 看这个id 他并不是单子id 说明这个二楼贾成功那个人就是单子 咱们先用投资物排点 此时此刻他是没有露脚步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具体位置 这个类也是成功的把三楼点牌了 没有 我们来二楼看一手 这一包真的是意识拿你三楼没有人 大概率就会在这里卡或者在小隔间 但是我到小隔间并没有打我 所以他肯定在这里卡视角 成功带走 侥幸刚打完一个单子id 我就飘了起来正常有个人 直接一撑击山 火力压制也是带走 就当我换子弹的时候 以为这里没人的时候 哎呀 意外就发生了 我裂开呀 刚想上车 打一瓶能量饮料就走的 不想在这位置多呆 你看 你看 你看他草里的小鸡垫裂开 我的被这么猜的人干了 我真的无欲了